大家好,我叫白玉玫,我是阿瓦萨大学孔子课堂的学生。 我要讲的题目是《中埃游义的桥梁》。 600年前,停靠在非洲东海岸的一支船队, 带来了东亚文化和非洲文化最初的交流流碰撞, 同时也拉开了中非游义的树木。 2021年,今年是中国和爱塞建造的51个年头了, 51年的学手共建,风雨同舅,两个国家是朋友更是家人。 在疫情策略的危机时刻,两国更是相互扶持共度难关, 也正是因为中埃两国生活的感情。 孔子学院的老师才万里迢迢来到爱塞, 来到阿瓦萨大学,我才有机会学习汉语。 2019年,很荣幸,我通过了夏令英雄巴, 去中国,见到了真正的他,见得太震撼了。 我们参观了长城故宫,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, 我们还见到了高楼林里的大都市, 寄居设计感的奥林匹克公园, 中埃交流的桥梁,不仅在国与国之间, 孔子学院以汉语为桥, 让每一个爱塞人都有一座中埃有益的桥梁。 我的演讲结束了,谢谢大家。